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沉睡了两千多年 竟从未被人找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一场建筑施工不经意间揭开了他神秘的面上 这座神秘王墓的发现与发掘又经历了怎样的跌宕曲折呢 1983年6月8号 已经在这里施工了三年的推土机 突然安静了下来 一位工人的锄头挖到了一块运物 当他低头看去 铁橱下竟是巨大而整齐的大石板 石板向周围延伸 一块一块连成一片 工人们沿着石缝往下挖 下面漆黑一片 赫然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大洞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黑洞的背后还隐藏有什么秘密吗 好奇的工友准备用铁锹撬开石板 工地负责人邓亲友赶紧跑过来制止 邓亲友觉得此事非常难 于是迅速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管部门 当时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 黄鸟章 陈伟汉 贤锦祥 收到消息之后 急匆匆地干到这 专家一眼就认定那是个古墓 为什么呢 原来在考古界有生土和熟土的差别 生土是自然形成的原生土壤 熟土是经过人类翻动过的土 据此就能断定这是不是墓葬 发现古墓 按照墓葬的发掘规程 第一要务就是找到古墓的墓边 看墓到底有多大 不找不知道啊 这一找 哎呀 多是让人想到大家 东西一找 七八米没到边 一找到十来米才找边 我觉得很奇怪 再一找 南北又找 又是十来米才找不到边 哎呦 老总在想这是谁呀 这个规模的古墓在广州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墓葬成枣子形 石板是红砂岩气成的 一共有二十多块 面积近百平方 它身藏在香港山山腹之中 位置是极其隐蔽 那么 这个墓葬是什么呀 会是什么年代的呢 当时我们第一个印象就觉得 这种墓葬是明代的 根据广州以往的考古经验 汉代的墓葬多为墓果墓 或砖石墓结构 到了明朝才有了石石墓 眼前这个墓葬很明显是一个石石墓 所以陈伟汉认为 这最有可能 那是一座明代的墓 不过 黄淼璋又有不同看法 他透过石板的缝隙 往黑洞里瞧了又瞧 看了又看 他呀 有了新的发现 可是陈伟汉说 后代的墓葬里边 埋葬有前代的器物 那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明朝的墓里边 埋有汉朝的铜顶 那是有可能很正常的事情 广州的古城叫什么呀 潘语曾经是三朝始祖的古都 历来是岭南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西汉时期这里曾经建立过南越国 明朝末年 明朝的宗室曾经在这里建立政权 无论是明朝还是汉朝 这么巨大而考究的石墓 应该是岭南的头号人物的 他到底会是谁呢 现场的三位考古队员 一时拿不准 赶紧请来了考古学家 麦英豪 麦英豪曾经参与过 700多座墓葬的发掘工作 在岭南考古街那首屈一指啊 那么那个时期的广州 是谁能有如此规模的墓葬呢 考古队员们 一致指向同一个人 赵陀 赵陀何许人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一位细心的考古队员 透过石头缝看到的一个细节 却给大家伙单头浇了一盆冷水 看到一个惊人的景象 就是这个墓有两道石 第一道石头打开 倒下来 里面的很多土 陷阱 哎呀 当时 他就说 哇 这个墓被倒 自古以来 盗墓猖獗 古代墓葬一般是 石墓九空啊 如果说是赵陀的墓 距今两千多年了 被倒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根据文献记载 赵陀死后几百年 就开始有人盗绝了 三国时期 东吴开国皇帝孙权 听说赵陀墓陪葬了很多 奇珍异宝 不惜派重兵千里迢迢奔赴 领南 他们打着官方的旗号 是明火之杖 盗挖起了南越王墓 香港山墓葬是否被宣传盗口 按常理推断似乎凶多吉少啊 现场的情绪陡然急转直下 关键时刻 麦英豪鼓励大家说 别失望 不要失望 咱们这个不到最后关头 不要这个放弃希望 突然他看到 这个顶部石板间 有些缝隙 灵机一动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何不派人下去出探 究竟呢 考古人员 只身探秘千年古墓 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毛骨索然 他又将带来怎样的重大发现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为您解密 担心古墓被盗 现场一片悲观的情绪 麦英豪却认为 即使被盗 也可能留下一些陪葬的器物 对于确定墓主人身份 有所帮助 他见石板有缝隙 大胆提出派人从缝隙 钻进古墓当中去 千年的古墓 沉积了怎样的阴森玉气 人下到里头去 那着实有点可怕 而且麦英豪提出要晚上行动 这为什么呀 是吧 这又更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氛呢 还有更加恐怖的 这种级别的墓里边 那还说不定 藏着什么玄机暗器呢 史书的记载 那个秦始皇陵里面是有的 所以放了一些炉 你一下去到墓里面呢 如果小心碰到那边呢 就刺穿了 就是叫鬼剑 又叫一触即发 不管怎么说吧 还得是要有人下去 那就谁下呢 谁最瘦谁下嘛 是吧 那就属黄淼璋了 年轻的黄淼璋呢 也自告奋勇 准备独自进入墓葬 那天深夜 工人们都已经留意 工地只有麦英豪和几个考古队 一场只身夜探千年古墓的行动 即将开始 六月的广州 天气闷热而超市 石板下的墓室里 是基于了两千多年的阴沉黑暗 为了一探古墓的虚实 黄淼璋顾不得这许多 很快考古队找来了 竹竿绳索 手电筒等等用具 把绳子捆绑在黄淼璋的腰上 让他顺着竹竿 慢慢地到达牧师的地方 黄淼璋看到 脚下散落的青铜器和陶器 头部的石壁上 还有很多的卷云纹 这些器物和卷云纹的色彩 很艳丽 像是刚刚画上去的一样 反正把这些东西建策 进入墓室东侧 他们叫做东尔市的一间房子 我就慢慢地从过道里面 转到东尔市 我一转到东尔市 就整个人就愣在那里 黄淼璋惊喜地发现 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摆放了一些 边中和边庆 其数量有二十多组 这在广州历史上还是首次发现 在中国古代 边中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 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边中边庆地发现 证明墓葬的主人 必定是一个王侯级别的人 看完东尔市 黄淼璋又进到西尔市 在这里他看见两具训人 这个是两千年前的古诗 结束探险 黄淼璋回到地面 他将所见所闻 向大家娓娓道来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一惊 他还从墓室的东尔市 西尔市和前市 分别取了一个同边中 一个陶罐盖子 和一件大玉璧出来 为什么取这么几样 这是有讲究的 陶器用于断带 边中玉璧 又是典型的王者回藏起 就凭这几样东西 蔓迎豪就可以断定 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王墓 如果真是南墓王赵陀的墓 那将是岭南重大的考古发现 赵陀建立南越国之后 实行合计百岳的民族政策 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 南越国的国力是逐渐强盛 也使他得以搜刮了许多的奇珍异宝 生前供自己享用 死后又带入陵墓 赵陀是身恐将来陵墓会被人盗绝 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得非常的缜密 史书记在南越王赵陀死的时候 整个攀议城 四个城门都说出帐了 就是连续几天 就是出兵 实际上装置赵陀遗体的那个棺材 哪天出去了 哪个城门处 当时就没有人知道 广州发现南越王墓这个事情 关系重大 资势体大 时任广东省博物馆馆长的 麦英豪专程 恢复北京 汇报情况 深情挖掘 一时轰动精华 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这已经是最高规格了 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高规格的了 一般国家文具屁了就可以 但是我们这个还弄到 国务院的两个副总理批准发掘 成为香港汉木考古队进行发掘 1983年8月25号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三方 成立了专门针对香港山汉木的考古发掘队 一个震惊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 正式开始发掘 千年南越王墓 一朝重现天日 他将带来怎样的惊喜 墓主是南越国创立着赵驼 亦或另有他人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未云解密 按照发掘的程序 发掘工作首先从木道开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斜坡木道 长10.46米 宽2.5米 首先碰到的是第一道石门 就是考古队员起初发现 倒下了的那道石门 清理木道的时候 里边填埋了大小不等的大石块 墓主人为了防盗 填了很多很多的大石头 那石头是不规矩 这是乱填的 乱填的这一块那一块 而且不规矩 所以你要盗墓 从墓道里是很难盗的 你把这块石头挖完了 那块大石又挡住你 那块它不规矩 它是乱放的 由于它填了太多 太多的大石头 重量太厉害了 这些石头防盗的石头 把第一道石门 给避开了 太重了 考古队员们终于搞明白了 当初虚惊了一场 那道木门倒的地上 是因为被木道的石头 挤压的缘故 并不是盗墓破坏所知 清理完石头 在距离墓室门口4米左右的地方 开始转为平底的树坑 就在这个树坑当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棺果 另外又发现了 两个殉葬人的灰痕 墓室之外就藏棺果殉人 这在广州乃至岭南 是第一次发现 果内下层发现 有17件大陶瓮 第一次排列 在数量规模上 也是了不得的 尤其是其中有三件 上面上印有文字 这个对于考古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 陶瓮室上面有个英文 在那里叫常乐宫器 这说明什么呢 汉代有常乐宫 我们这南粤国 也有常乐宫 常乐宫是汉高祖刘邦 在长安建的第一个宫殿 刘邦在此接见群臣和诸侯 这几个陶器上印有 万岁未央 常乐宫器等字样 表明南粤国宫室百官 以及政治体制 都是仿效汉朝的 至于墓主是谁呢 尚没有定论 需要揭开墓主的神秘练杀 就需要进入主观室 找到墓主人 考古人员清理完了前室 又清理了东西两边的尔室 接下来就要进入 墓主人的主观室了 可是主观室紧闭的石门 根本就打不开 当时说看到那门的 一个铜环生锈 有些同志说 我们喷点气袖的药水 看看能不能动 就喷了一天 那气袖的药水 对那个铜环 一点作用都没有 还是推不开 不光门上的铜环生锈 石门底部的转轴 也完全转不动了 门的斗啊 门斗啊 那个转竹啊 是铁的 而且银生锈呢 它根本转不了了 那门是打不开了 当然可以强行把门直接砸开 可是门后头那都是珍贵的文物啊 砸坏了怎么办 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想别的办法 我们后来发现它的门槛底下是离的 没有铺砖 就在底下挖了一个孔 我是最小啊 我就躺着 就慢慢慢慢挪进去了 顺着挖开的地洞 考古队员进入到石门的背后 想从门后打开石门 可是依然碰到问题 木门设置了一个奇特而巧妙的防盗机关 考古专家称之为顶门器 顶门器由五块石头做成 其中两块是固定的 中间三块是可以活动的 当门关闭时石头翘起 将石门顶住 外面的人就再也进不来了 由于经历了几千年的侵蚀积压 即便解除石门的防盗装置机关 石门还是无法打开 这个时候有人就建议了 从牧师的上头着手 将顶盖板揭开 不过很快大伙觉得这也不可行 如果顶板碎裂 文物被砸坏的风险更大 考古现场一时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 有人就想到 广州有一支打石队 或许他们有办法 广州的园林局有批打石工人很好 他们的技术很高明 我们就把那个打石师傅请来了 那个陈师傅带了几个人来看看 他说我们有办法把他打开 终于广州市园林局施工队的师傅们 是方形的 长四厘米宽三厘米 四个边角都有圆孔 不一会儿就又看到了更多的相同的玉片 于是乎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见器物 这怕不是金铝玉衣吧 闪落的玉片 一看从我们的考古之间来说 这肯定是墓主穿了玉衣的 我是没有见过 反正广州的考古队都没有见过玉衣了 没有发现过这是陵南第一套 玉衣的出现 进一步锁定墓主人就是南越王 根据史料记载 南越国历经五代君主 第一代南越国创立者武王赵佗 第二代赵胡 史称南越文帝 第三代赵英奇 第四代赵兴 第五代赵建德 香港山墓葬必定是其中一位国王的呀 可是究竟是哪一位的呢 要揭开这个谜底 就必须要找到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那么在清理墓葬玉器时 有了重大的发现 就在墓主里发现了一个异印 主观室那里发现了一个异印 因为这是写着赵墓 赵墓 赵墓是谁呀 考古人员们一时迷惑不解 五代南越王当中 分明没有赵墓呀 别着急啊 好戏在后头 就在大家为赵墓的身份发愁 或者说各之一词墓中一世之时 一个新的发现将现场 推向一个戏剧性的发掘高潮 一位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印章 看到那个龙柳的金印 非常高兴 这个印可能就是能够反映墓主的身份的了 龙柳的金印 一般来说龙柳的话 肯定是要地才能够那个 考古队员扫掉金印上的灰尘 轻轻将它拿起 放在手心慢慢一转 闻地行息 狮子呈现在眼前 非常高兴 这个墓主人解决了 南越国里面的文帝只有第二代 第一代武帝 第二代文帝 那就说他自己已经把自己的身份说出来的 文帝行息 文帝行息的出土证实了墓主人 就是第二代南越王赵胡 史称南越文王 至于赵胡为什么又叫赵墓 专家也有说法 他向汉朝上述的时候 根据史记起来叫赵胡 可能他就写赵胡 陈赵胡 他在南越国 他在皇帝文王 在文帝 我就叫赵妹 香港山古墓的主人 终于是水落石出了 这次发掘 历时四十五天 出土珍贵文物一千多件 揭开了南越国的神秘面纱 被认为是一个 足以媲美马王堆汉墓的 又一重大靠谱发现 也因为南越王墓的发现 原本的建筑工程被紧急叫停 如今这里矗立的是一座 现代设计风格的南越王墓博物馆 人们在这里可以一睹 南越曾经的强盛 也要 好 今天点准备这些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贵市经理团企扫描 屏幕下方的维码 您不紧急观看 网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现象现象的活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